打破娱乐圈审美标准 内娱公认的两位实力派男演员 不仅演技好 人品也是极好的 第一位 我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讨回功劳 京超不仅长相帅气迷人十足 身材也是超级好 非常有才华的 而且情商很高 再如一船有精彩的演出 京超在演戏方面还是比较有天赋的 非常有实力的男演员之一 塑造角色能力很强的 私下为人谦虚 低调随和脾气性格很好 特别好相处的 京超 1986年4月15日出生于上海市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2005级本科班 中国内地男演员 京超的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在上学期间被大家称之为 校草级别人物 而且非常努力上进的优秀男演员哦 京超一开始也是从小配角演起来的 自从拍了《如意传》后越来越好了 人际也是非常高的 京超自2008年开始演艺生涯 因出演电视剧 跟我的前期谈恋爱中脚印一脚 给观众留下印象 京超至今已出道已有16年了 积累丰富经验 她的演技还不错哦 私下非常努力用心的 遇到表演上的问题 也会虚心请教前辈们演员来提升自己 在拍戏的时候 认识了小李琳 就是在上《错花叫嫁对郎》中 有精彩演出的女演员小李琳 当时的小李琳 还是一个二婚 还带着一个孩子 小李琳比京超还大好几岁 京超一点也没有嫌弃小李琳是二婚 还带着孩子 一直追求小李琳 而且京超对小李琳的家人特别好 把他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女儿 最终被感动 家人同意两人在一起 事实也证明京超确实是一个好男人 好丈夫好父亲 京超不仅演戏好 而且还做了一首好菜呢 多才多艺的全能男人 太让人佩服了 两人已结婚好几年了 依然甜蜜幸福美满哦 京超还是一个特别负责的父亲 时时刻刻会关心孩子的学习 在拍戏的时候 自己也会准备一套孩子学习的课本 方便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孩子的课本上到了哪一刻 京超都是了如指掌的 孩子学习弹钢琴 京超也会跟着学也会提醒孩子 是一个非常负责的父亲 如意传 魔都风雨 暗黑者 解密 白发 青春集结好 执念师 法医秦明知幸存者 先见云之凡 烟云台 这是京超出道多年拍的多部作品 经理的演技还不错哦 刻画人物到位表演细腻纯粹 干净让人印象深刻 非常用心走进角色 内心世界代入感很强的 把角色演活了哦 是一个塑造角色能力很强的男演员之一 相信通过自己不断努力坚持会越来越好的 京超除了长的帅气迷人以外 他的人品也是极好的 为人真诚善良 特别顾佳 而且经常热衷于做公益慈善事业帮助他人 是一个三观很正的男人 非常优秀的是值得大家喜欢的呢 像京超这样优秀的男人 内娱还是比较少的哦 京超 这位出生于1986年4月15日的中国内地男演员 自幼遍在上海市这片繁华之地孕育了他的艺术梦想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终于如愿以偿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2005级本课班 为自己的演艺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京超的气质和形象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出众 他的颜值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他那立体的五官 尤其是那挺拔有魅力的鼻子 无不彰显着他的男人味 他的浓眉大眼 配上深邃的双眼皮 显得特别精神 充满了无限的魅力 京超的外形俊朗 身材比例堪称完美 无论是戏里戏外 都能让人感受到他与众不同的气质 生活中的京超 京超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 他身知健康的重要性 因此常年坚持运动健身 保持着自己的最佳状态 他的身材线条分明 肌肉紧实 这一切都得以于他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 京超的这种自律精神 不仅在运动上体现 在工作和生活中也同样如此 他对待每一部作品都严谨认真 对待生活则充满了热情和活力 京超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表 更在于他的内在品质 他的自律坚持和对事业的热爱 使他成为了一个值得尊敬和喜爱的演员 在观众眼中 京超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演员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带来惊喜 而在同行眼中 他是一个勤奋敬业的好演员 他的每一次表演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用心 随着演绎事业的不断发展 京超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征服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位外形与才华兼具的男演员 未来必定能在娱乐圈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京超身高 185妥妥的大长腿 帅哥一枚哦 身材比例很好 个人时尚穿搭也是魅力四射的 属于行走的荷尔蒙男人味十足 身上散发个人独特魅力和气质 让人未知着迷哦 京超这样优秀的男人 太招人喜欢了哦 最后祝福 京超越来越好 家庭幸福美满 期待更多优秀作品 第二位圆红 姑娘刚才一套杨家枪法 出神误化 不知是得到哪位高人的职位 圆红也是一个好丈夫 好男人 好父亲哦 特别顾家的 长得也是非常帅气迷人的 现在的圆红属于成熟稳重男人哦 他在演戏方面也是做得不错 非常天赋的 塑造角色能力也很强的 圆红和张心意也是通过拍戏认识的 圆红对张心意是一见钟情哦 当时的张心意也是结婚的人 后来离婚了 张心意虽然是二婚 但是圆红一点也不在乎 非常执着追求张心意 最终被感动两人走到了一起 如今两人依然甜蜜幸福美满哦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哦 两人还是非常般配的 也就一岁之差 非常幸福甜蜜的 让人羡慕不已啊 咱们相爱吧 秀丽江山之常歌行 上书房 射雕英雄传 步步惊心 平凡的世界 这是圆红部分影视代表作品 圆红特别有才华的 她的演技很好 刻画人物到位表演 细腻纷粹干净 让人印象深刻 非常用心走进角色 内心世界代入感很强的 把角色演活了哦 她的作品口碑很好 有部分作品也成为经典之作了哦 圆红 这位在娱乐圈中意义生辉的男演员 不仅拥有着令人瞩目的帅气外表 更有着让人称赞的迷人气质 她的颜值与魅力 让人一眼难忘 然而 圆红的魅力不仅仅局限于外表 她的人品更是让人敬佩 圆红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对待朋友和家人始终如一 在她的世界里 亲情和友情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她懂得珍惜身边的人 用心去维护每一段感情 在家庭方面 圆红更是表现得特别顾家 她深知家庭的重要性 努力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到平衡 给予家人足够的关爱和陪伴 圆红的真诚和善良是出了名的 她始终保持着一份热心肠 乐于助人 在公益慈善事业上 圆红更是身体力行 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的善举不仅温暖了他人 也为自己赢得了无数赞誉 在价值观方面 圆红堪称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她坚守正确的三观 不忘初心 始终以积极向上的态度 面对生活和工作 在她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男演员的 担当和责任感 可以说 圆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演员 她不仅具备扎实的演技 更有着高尚的品质 她的存在 让娱乐圈多了一份清新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真正值得喜欢的明星 圆红的魅力 不仅仅体现在她的作品里 更体现在她的人格魅力上 这样的圆红 怎能不让人喜爱呢 让我们为这位优秀的男演员点赞 期待她未来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圆红的外表和气质 在演艺圈中备受认可 拥有另大多男方人羡慕的高挑身材 脸形方正 俊朗 健眉星目 英气逼人 特别是在古装造型中 她的唯美和纯熟 赢得了古装美男的美誉 圆红的颜值还是很高的 属于那看型帅哥 越看越舒服的 越看越帅的 她的气质和形象特别好 她的五官立体有形鼻子挺拔 留着胡子 更加有魅力男人味十足哦 浓眉大眼 双眼皮特别精神的 眼神里充满了故事 外形俊朗身材比例很好的 经常运动健身 私下是一个非常自律的男人哦 圆红还是一个多才多一全能 实力派男演员 会演戏 而且唱歌也特别好听的 圆红身高 182妥妥的大长腿 帅哥一眉 个人时尚穿搭 也是魅力四射的 行走的荷尔蒙男人味十足哦 非常有阳刚之气男子气概 他身上散发成熟稳重男人的魅力 让人无法拒绝 最后祝福 圆红越来越好 家庭幸福美满 期待更多优秀作品 这两位实力派男演员 人品也是姐好的 一起来看看 看看你们喜欢哪一位呢 送自己一朵花 送自己一朵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